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現在又有我Anna和袁醫生在這裡 今年就是2011年是第一集 袁醫生我們都跟聽眾說聲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都好新年進步 提及到上一集有聽眾問過一些問題 其實可以預告一點點 待會我們都會有聽眾發電郵過來 問完醫生你有一點點想請教你 不過提及到上一集提及到 上次有提及膽固醇其實是心血管病的 很多人以為是心血管病的主因 但其實也看得到 就算很多人都降低了膽固醇之後 其實不是真的令到死亡率減低了 其實會不會這樣幫助不了呢 會不會有什麼科學根據自然療法 又可以有什麼解釋呢 對於這一方面 我們上次也有人提及 有一個挺詳盡的問題 我們討論了之後 其實我都發現重心都是關於膽固醇 很多人都很怕膽固醇過高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害怕呢 因為今時今日如果你說第一大殺手 其實是心血管 即中風和心臟病加起來 這個是導致膽固醇的人害怕 一般現時的流行醫療 所謂西醫對抗性醫療 他認為這是一個主要因素來的 膽固醇是一個主要因素來的 大家知道心臟病發是那個先兆 第一個先兆就是死亡 一半是死亡的 即是你沒有的 一一有一半一半一半就救不了 在美國來說 每年在2004年 差不多有90萬的美國人 死在心肺血管有關的病 令到我們那個醫療開支 都差不多是4,350億美元 那麽多年來 我們都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既然做多些運動 主動飲食 要控制血壓 之類之類 還有是把膽固醇 如果是高的 就盡量上百八去禁止它 但我們結果發現 都這麼多年之後 心血管的問題 仍然是起於高位的 所以可以來講 這個問題 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膽固醇 其實我們都解釋了之後 膽固醇 其實不是真正的 導致人心臟病的主要因素 其實我們知道 很多其他的不同的環境 一般傳統的醫療都認為 例如高氧化的壓力 或者睡眠方面的問題 胰島素的 我們叫做 insulin resistance 胰島素的生存代謝問題 肥胖 還有環境的毒素 飲食和運動 都可以這樣說 都可以影響一下 我們為何 成為第一大殺手 那些不同的因素 但其實 講真來講 真真正正 我們知道 膽固醇 其實是我們身體 很重要的物質 其實膽固醇本身 並不是真的有害 可以這樣說 80%的膽固醇 我們自己肝是自己做出來的 身體有沒有可能 不斷製造一些物質 是根本對我們身體有害 其實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的膽固醇 既肝可以製造80%的膽固醇 很明顯 這個膽固醇是做什麼呢 第一 它會幫助我們細胞 各方面的物質 製造我們的細胞 還有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包括性荷爾蒙 差不多膽固醇 是一個主要的材料 就算我們那個高軟素 或者那個刺激素 這個也是的 即是我們根本 不可能沒有膽固醇 我也經常聽見 什麼叫好的膽固醇 跟壞的膽固醇 大家聽過這個 是 即是低密度的 或者高密度是好 低密度是不好 其實也不可以這樣說 低密度一定不好 通常的問題出在 如果當我們低密度的膽固醇 變成氧化了之後 即是在我們的身體氧化之後 才出現一些容易 即是所謂堵塞我們身體的血管 所以膽固醇本身就不是有問題 只不過我們的膽固醇 是被變成氧化了之後 才會出現那個問題 所以很明顯 我們身體是要對付這些 所謂的氧化方面的問題 即是我們要盡量 避免我們身體的細胞 是被氧化了 我也身體需要很多 抗氧化劑 大家都曾經聽過 很多營養素 都會問這是什麼 哪一類的 這是抗氧化劑 當我們身體的抗氧化劑 身體的抗氧化劑 是不足夠去中和這些油離肌 這些油離肌 就會製造我們所謂的氧化壓力 就是Oxidative Stress 這就是真正問題的起因 這些油離肌 通常會怎樣出現呢 通常是 如果我們身體 是接觸很多環境方面的毒物 包括煙 野手煙或者煙 重金屬 或者食物裡面的化学物質 這也是一個導致 這個油離肌出現會過多的 還有當然我們飲食那方面不好 吃了很多精煉的糖分 吃了很多我們叫做果糖那些 好像我們那些粟米製造出來的糖漿 其實很多果糖的 大部分的汽水都是這類的糖分 是非常之差的 飽和的脂肪 以及高度精煉過的食物 還有食物裡面很多這些 附加品 或者我們飲食裡面 缺乏那些新鮮的蔬菜 這些都會導致這些 我們叫做Oxidative Damage 令到我們的細胞破壞 這樣出現了很多這些 發炎的物質 我們叫做Inflammatory的物質 就會直接破壞我們的血管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想辦法減低我們身體的低濃度的蛋糊醇 被氧化 這就是關鍵的地方 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營養 我上次都有提及 有哪一類的營養素 簡單來說 維他命C 維他命E SUN SELENIUM SYN 以及COENZINE Q10 這些是很重要的抗氧化劑 尤其是跟我們身體的低濃度 蛋糊醇 预防它被氧化有幫助 我們知道 蛋糊醇也會令到我們身體 一種叫Kortosol 一種跟壓力有關的荷爾蒙會增加 而且如果我們身體的甲上線低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有些人容易傾向以下 心臟病的問題 因為甲上線低的人 通常會導致這些低濃度的蛋糊醇 很容易增加和會氧化 於是令到細胞膜受了破壞 所以這些其實是有其他因素 導致我們的身體的高危 高風險 我們上次都說 在現時的一般醫療的習慣 一看到你有蛋糊醇高 它就會叫你吃一些抗蛋糊醇藥 我們也常用叫Stactin Stactin Drug 這兩個是比較常用的抗蛋糊醇藥 有叫Symastactin Zorca 和Lobastactin 是Libitor 這兩個是比較多用的 但我說為什麼人們吃一輩子 吃一輩子吃這些抗蛋糊醇藥呢 結果死在中風和心臟病 根本沒有什麼大的改善 原來發現這些藥 很多時候會令到我們身體的抗蛋糊醇藥 就是這種物質 這種營養素 基本上保護我們身體的心臟的時候 這種感覺 反而因為吃這些藥 就會令到抗蛋糊醇藥減低了 抗蛋糊醇藥減低了 抗蛋糊醇藥減低的時候 就會增加我們身體的低濃度 抗蛋糊醇的被氧化 而且會增加我們身體的抗蛋糊醇 所以基本上 可以說是會增加你患心臟病的機會 直到你心臟病發 所以雖然我們玩吃 吃很多這些抗蛋糊醇藥 因為抗蛋糊醇藥 會破壞我們身體的抗蛋糊醇 保護我們心臟的物質 反而導致這個問題更加嚴重 我上次也提及一下 其實真真正正和心臟病 有關的指標 就不只是抗蛋糊醇 反而有一個物質叫做Homo cistein 這個Homo cistein 發現如果Homo cistein是高的時候 真真正正心臟病的機會是會增加的 Homo cistein 是一種身體內的安基酸 一般來說它會化解為一種沒有什麼傷害的 例如Phylin和Cistein 正常的情況就是這樣 但當Homo cistein是高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真真正正心臟病的危機會高 所以現在人們感染 看有沒有心臟病危機 再不只是幫你檢驗膽固醇 有沒有高密度低密度 整體膽固醇三有之 其實那些基本上 大家都繼續做 因為始終都沒有人這麼放棄這些 雖然證實無效的 但其實真真正正的 我們要檢驗Homo cistein 就是這個物質 這個反而是直至我們知道 那個關係是更加大 那好了 不單是Homo cistein 會令到我們的血管會硬化 亦都會令到我們的血管容易凝結 導致所謂中風和心臟病 原來Homo cistein 亦都會導致我們容易出現Alzheimer 即是一種老人的癡癌症 還有Parkinson 腎病和癌症 所以那個Homo cistein 那個高的危險是指很多 很多種疾病和這方面有關 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呢? 很明顯的 我要想辦法把Homo cistein 控制它 將它變成一些無害的物質 那什麼營養素可以做到呢? 我發現維他命B是可以的 維他命B裏面有些葉酸、Foolic acid、 維他命B6和B12 都可以把Homo cistein 變成一種無害的物質 所以在我們處理身體健康 減低的風險 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用這種維他命B集 像葉酸、B6、B12等 還有我們發現很多西藥 其實都會導致我們身體的心臟病 中風危機高 原來很多的藥 會令到我們身體的B集減少了 B集需要幫助我們控制 把Homo cistein 變成一種無殺傷性的物質 但如果很多人吃的西藥 會令到B集減少 譬如哪些西藥呢? 我們口服的避孕藥 還有很多女性的根原期 用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用荷爾蒙來處理根原期的問題 很多高血壓的藥 很多對付胃骨羊的藥 譬如Tagamid、Santac等類的物質 很多糖尿病的藥 還有Dylankton 是用來治療癌症的方面 烤喘藥和很多藥 Fuel Phylin 全部都會令到我們身體的B集減少 只要你看到 其實很多問題 為何人吃的藥越多 身體越來越多的問題 因為這些藥物 會破壞我們身體 很多保護性的營養素 缺乏保護性營養素 很多時候 我們的身體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除了真真正正 導致心臟病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多少其他因素 譬如育刀素的問題 我們有些人出現一些問題 他們有一種 祝兒倒數的綜合問題 叫做Syndrome X 通常這些人 血壓高 血脂高 還有肥胖 處理血糖的問題 會弱 原來 這是跟我們的兒倒數有關的 很多人 所謂腰部肥胖 我們都知道 腰部脂肪的聚積 比我們的脂肪 聚積在其他地方更加危險 因為腰部脂肪的土腩大 通常是代表 已經出現一種抗兒倒數的現象 出現 這會出現很多不同的問題 除了這方面 我們知道荷爾蒙的不平衡 也會導致 為什麼會導致荷爾蒙的身體不平衡呢 當然 因為不良飲食的習慣 不停的壓力 環境的毒素 例如重金屬 以及長期處理一個高壓的工作環境 都會導致我們身體的高兒倒數不平衡 以及荷爾蒙不平衡 這些所有的抗兒蒙 這些壓力的荷爾蒙 性荷爾蒙 即男性的核酸 高軟素 以及菲萊 這些夾成線 都會導致荷爾蒙的不平衡 我知道 男性來說 年紀大的時候 都會開始多一些不同的病 原來其中的因素 當高軟素 開始減低的時候 都會導致我們容易多心臟病 糖尿病 情緒低落 肌肉肥胖 免疫能力不平衡 骨質鬆弛 以及性欲減低 還有很多很多很多這些病 我都以為是跟我們正常的老化有關 當然 老化背後有些事情發生著 原來 我們高軟素的減低 亦都會導致我們老化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有些醫生 研究抗衰老的醫生 都開始企圖用不同的荷爾蒙 我知道 女性用荷爾蒙 出現很多問題 因為我都提及過 用這些藥 會導致她的癌症 乳癌 子宮癌 和腫瘡肌 但是始終這些荷爾蒙 是很明顯 跟我們身體的老化有關的 現在有一種做法 是用一些 跟我們身體相符 不要用化學的荷爾蒙 用一些比較 跟我們身體本身的荷爾蒙 接近一些 這可能會減低這方面的風險 好 我曾經也說過 有一個很常有的問題 其實很多人都有 但都不察覺 也會增加我們的風險 還有很多其他病的風險 尤其心臟病的風險 就是我們的甲上腺低 大家都聽過 有些人甲上腺高的時候 就會眼凸 食肉很大 很大食 但體重不斷地消降 也會很緊張 心跳得快 一般人可以看得到 尤其是中年 比較年輕 那些女性 這種甲上腺高漲 這很容易見到 但是甲上腺低 當然,嚴重的甲上腺低 有時都容易察覺得到 但有一種甲上腺低 那种是不容易看到的 我们称为 Subclinical 即是不是临床完全表现得来的 原来在外国的普普查 发现其实很多人 都是甲上线未达到理想 但你驗血其实又驗不到 驗不到甲上线是有问题的 在症状方面 我们会看到什么症状 其实这些症状可以这么说 是非常广泛的 你说得出来 你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有这些问题 我其实都担心 不如疲惫一下 他人疲惫 他人情绪低落 体重增加 脱头发 皮肤干 肌肉和关节痛 还有很多这些一般性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听到 哇 我也有 但事实上 在外国都发现 可能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人 其实都有甲上线低调的问题 但他就因为依赖那些 普通的验血方法 其实根本是驗不到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上次都略略了 很快地说出来 其实在外国很多这方面的资讯 其实已经有了 但一般来说 很多情况 有些医生就说 其实如果是有科学根据的东西 我看得过 在医学杂志见到的那些 我们都会用的 很明显 很多一般的医生 西医 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到这方面的资讯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这些科学文献 西医所看的医学文献 很多时候不会那么容易 刊登和营养有关的治疗工具 通常刊登的东西 都是药厂那些药物的治疗工具 所以一般的西医 如果只看普通的大陆医学杂志 可能真的未真正接触过 所以不怪得知他们说 他们好些觉得 其实自然医疗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其实是绝好错好错的 你看回以一个数据来看 其实研究自然医疗的医学文献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因为始终的范畴很广泛 你研究药 其实背后很黄贵 而且发行物质的药 讲实来说 都不容易找到的 但天然的物质 其实很多很多 每一种物质 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影响 其实可以这样说 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方面的研究 像银行参数那样 是的 所以就不要给别人一种错觉 就说 其实自然医疗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正 有什么科学根据 很多人都以为没有的 例如我比较简单来说 大家都喜欢吃咖喱 咖喱就是用咖喱粉 咖喱粉的成分 我们叫做姜黄 英文叫做Tumari Tumari 或者Cucuman 原来咖喱这种食物 其实是对我们的 减低我们的身体的胆固醇 效果是很好的 其中有个真正的研究 他就用500mg Tumari 那个姜黄 菠黄粉 做了每天这样用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7天之后 他发现胆固醇 是降了11.6% 那么厉害? 而高浓度的胆固醇 就是胆固醇 是增加了29% 这个是7天之内 通常这些人 本身胆固醇高 平时正常的人 他不会帮你减的 正我刚才说 胆固醇是身体主要的 很重要的物质 我们不可以没有 这些是天然的物质 好了 还有一个研究在台湾 台湾 当时他做了什么呢? 有很多人做通波仔 通波仔之后 他发现 没多久 血管很快又会闭失 那些人做通波仔之后 每天都会用500mg 的话 他发现 是可以避免这些血管再制度 再被闭失 所以大家吃东西 有时候 你有机会吃到咖喱 咖喱食物 咖喱粉 都不妨可以试 都不妨可以试 因为这个本身是真真正正的 是非常有效的 好了 血压 血压 我也分享过 所有化学药的血压 虽然压了血压 但是他本身的血压 是真的 不是真正的 就是低了 还有任何的 腮肉都有副作用 有一种很天然 很简单的天然物质 就是Dymethylglycine 我们过去是应用 那些沙蚊仔 那些 就是那些 角度会有的沙蚊仔 或者自闭症 这方面 这个这个营养素 很有帮助的 那原来呢 有另外一个研究 发现 在这个这样的 DMG 是在那个 蛋护唇 和三油脂 都很有帮助 是一个很意外的发现 他发现 125mg 每天 125mg 的DMG 是可以令到 我们蛋护唇降低 和三油脂 都同样降低 还有 连我们血压高的病人 都可以降低 就是那个 都可以一路这样掉下来 那这些是科学上 已经做过 那个研究 那 还有其他工具 比如印度 有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 是一种 一种叫做 英文 英文说出来 我以前都说 Comethora Milco 这种 这种树 里面那种 那种树枝 那种植物 是提供一些 一种药 那种 一种 一种 一种抹药 这种树的精华 那其中一个研究 是用125个病人的 那 就用了四个星期 用了 那个GLD 的GOOGLE LIPPED 那发现 它那个打抹唇 降了11% 那個三甘油脂 降了16.8% 那 那还有呢 好的高浓度打抹唇 是增加了60% 很厉害的 这个讲四个星期的应用 我相信 不是很多西药都可以做到这样 我们知道高浓度胆满唇的好处是哪里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够将高浓度胆满唇增加1mg 我们可以减低我们心脏病的危机是2% 只要HTL增加1mg 另外印度另外一个研究用40个病人 它全部都是油脂高 它用这个植物树椅用了大约12个星期时间 发现它们胆满唇降了22% 三金油脂降了27% 高浓度胆满唇增加到36% 这是另一方面的研究 大家可以看到工具有很多很多 我们除了印度吃咖喱 中国人也吃了北京田鸭 又有食物作用 北京田鸭是用一种天然的饮料 不是化学饮料 是制造北京田鸭 这种饮料是哪里 是红米里面的酵母 发现它用这种红米里面的酵母 叫Red East Rice 在美国Tuff University 在美国医学院里面 它用233位病人做这个研究 吃这个Red East Rice 这个红米的酵母 它发现在六个礼拜后 那个胆固唇 是降了38个点数 完全没有副作用 另外一个UCIA 就是那个罗省的医学院里面 另外一位医生 都做了这个实验 发现在八个星期里面 那个胆固唇是降了17% 而背后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 所以现在很多这方面的产品 是越来越多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 这种这样的Red East Rice酵母 其实它都会好像Secting 会减低我们身体的COQ10 所以用这个方法的 这种工具的人 其实最好都顺便用那个COQ10 是 好了 那食物方面 就是我经常说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是衣食同源 其实我给你看 科学上是不断不断的来证实 这个是真事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吃那个蒜头 是吧 加力 很多人都知道 加力是可以 除了帮你煞滚 很多人吃 加力煞滚 加力也可以在 在我们这方面的血脂方面 也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 其中有一个加力的Extra 叫Kaiolic Kaiolic的做法 它就将那些加力的味 是披掉了 是 有些人不喜欢吃加力的蒜头味 很大股味 是 它发现做了6个月 就是吃这些 Kaiolic的蒜头 那些抽取液 6个月之后 蛋护唇是降了12-31% 即是不同的人 很高 31% 没错 那你能看到 加力会抑制蛋护唇的氧化 我刚才也说了 氧化低浓度的蛋护唇 是导致问题的根源 对不对 如果你能够防止这些氧化 也可以防止血管类方面的 那些币室、存室等 这方面的问题 那加力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食物里面 可以取得到 那也都可以在营养那些 就是那些营养那些 就是那些营养那些 营养那些方面 都可以做得到 好了 那 还有一些吃鱼 对不对 我经常说 那些人说 红肉不要吃那么多 吃多些鱼 白肉 原来呢 鱼是真的可以做到这方面的功能 那其中一个 就是吃鱼 他长期吃鱼油 他还食用鱼油 他令到三斤油脂 可以减低 减了35% 就是几厉 那大家除了吃物之外 大家喜欢吃物片 对不对 我小时候 都要早上吃一下物片 那 有些人平时 可能小吃的 但如果不舒服 都会吃一粥 吃一下物片 清腸胃 好了 那我认识一个朋友 真正的 这个朋友 在美国居住 这个是老人家 是中国人 他每年都去世界出名的医学中心 Mayer Clinic 在Minnesota 我相信这个是全世界出名的医学中心 那这位朋友 他去那里做身体检查 那被发现 他说 嗯 其实你也是有些 原来高 血脂又高一点 胆子又高一点 那你猜不到 这个全世界出名的医学中心 结果他叫他做什么 他没有叫他吃那些胆管纯药 没有叫他吃 叫他吃什么 叫他吃物片 真的 是的 那这位朋友 老人家 我想都差几岁 差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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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乖乖地 那就是将他的早餐 加入食物片 因完之后 再回去复餐 发现 咦 碰到 非常好 那就是其实在外国 很多医生都知道 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都会采取这些方法 好了 那我们人有北京田鸭 是不是 黄姜 黄姜 咖喱 很多很多食物 都发现 那还有一个食物 就是 其实很多人都会饮容的 就是绿茶 那绿茶呢 那这是日本的研究 他说 如果一个男人 如果是每天喝六杯绿茶 他呢 就会将那个打无唇 是可以可以可以降低的 那但是 当然 九杯 九杯几高的 那一般人呢 比较一般人吃喝两杯 一杯喝两杯 反而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么多 明显 嗯 嗯 好 那袁医生多谢刚才你的分享 那其实呢 可以提一提呢 袁医生呢 其实是四科医疗 有四科医疗的专业知识 那其实是包括这个 脊骨神经科 中医 和自然疗法专科 还有是非常专长的 原医生是专长这个痛骨疗疗法的 好了 那我们有些稍后 稍后回来再和大家分享 Thank you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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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庄二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庄二健康店 电话二百八二四百四百 网址三个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Hello 各位 又回来自然疗法与你 又有我Anya和袁医生 刚才上一节 袁医生讲解了很多关于自然食品 怎样可以帮助我们 去降低一些低密度的胆固醇 其实效果都非常之好 袁医生还有什么好介绍呢 其实我们都经常说 医食同盐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天然的食物里面 其实很多很多已经被证实 对我们很多我们关注的问题 健康问题 直接有很明显的效果 我刚才说过纤维 纤维当然是蜜片、红米 大家都知道 另一种的纤维就是阿麻子 它发现阿麻子 本身是有很大量的纤维 但是纤维的好处 是可以将我们身体的胆炎 那些胆炎 在小肠里面 是可以帮助我们拔走它 因为这些胆酸 是会影响我们身体吸收的 会影响吸收我们的胆固醇 这些纤维的纤维 其实它怎么做呢 它就结合了这个胆酸 我们知道胆汁里面 其实很多是胆固醇 很多油来的 有些人做清肝、清淡 它发现出来 很多是胆固醇的物质 那为什么胆汁里面 因为胆汁会结合这些胆固醇 那这些纤维 比如阿麻子的纤维粉 是可以结合这些胆固醇 是令到这些胆固醇 是没有那么容易 是被我们的腸壮吸收进去的 那就很容易 是将它带到我们的糞便 由我们的糞便那里拍走 所以这个解释到 纤维为什么有这些胆固醇的作用 因为它是经过 和胆酸结合 在我们的小肠里面结合 是防止这些胆固醇 因为胆酸里面 胆汁是有很多胆固醇 是用这些胆固醇的 那你就带走了之后 就令它没有那么容易 被我们的身体的肠固 吸回血液里面 是令到我们的大便排出 好了 那你说的用多少呢 一般来说 如果用四个汤匙 大概四分之一杯 每天这样去用 那很多时候 你吃那些 譬如我们一般人吃的 早餐 吃Cereal 那你就倒些阿麻子粉 是 那当然如果能够打磨 和阿麻子粉 那可能更加容易吸收 那要不然你就咬久一点 那你加上一些 生果 乳酪 或者那个 那个 烤芝士 等一些浓沙绿 那里呢 其实呢 都可以大大 将我们这个胆固醇 是 是 可以带走 那 好了 那我也都有提及了 抗氧化化的维他命里面 其他就包括维他命E 那其实维他命E 那其实维他命E 很多类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 外面那些文献 就说 维他命E不行的 做出来的效果 也不是我们有些人说那么好 那原来呢 其实呢 那个问题呢 是看用哪一类的维他命E 那维他命E 有八种形式的 那有四种 叫做Tocopherol 有四种 是Tocotrienol 那 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 抗氧化 难力强的那些 就是 是那个 Tocopherol 它本身是抗氧化 但是呢 对于降胆固醇 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那而Tocopherol 这种也是维他命E 就是有八种形态的维他命E 这种呢 可以是 可以说呢 那个抗氧化 比较是差不多 是有成六十倍那么高的 六十倍那么高 很厉害 那所以呢 它降胆固醇 和减低我们的血型结 那个效果是高很多很多 那所以你服用维他命E 很多时候呢 你都要知道 它在用哪一类 如果有些维他命E 不是那一类 不是对那一类 其实呢 就做不到这个效果 嗯 好了 那么 那么分别是怎么样呢 我曾经说的 那个 降胆固醇药 那很明显呢 它是可以帮你 降胆固醇降低的 但是呢 它怎么做呢 降胆固醇药的 stectin 是怎么做呢 它是将我们身体的 那些 我们叫做 接收站 就是我们细胞里面 接收站 里面呢 接收某种荷尔蒙的 接收站 那这种荷尔蒙呢 是 就是会 增加 会刺激我们 那个 蛋固醇 制造蛋固醇 这种荷尔蒙 那这种 英文叫做 Hmg 抗胆固醇药 抗胆固醇药 那这种荷尔蒙呢 我们降胆固醇药呢 就是在我们的细胞那里 膜那里呢 是堵塞这些 这样的制造 制造这些 这样的 蛋固醇荷尔蒙 令到它没有办法制造 这个荷尔蒙的 那 但是呢 我们身体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身体 如果遇到有阻碍呢 我们身体要制造 要制造 蛋固醇的 那要你强行去阻碍呢 就是你强行 在这些 在这些 就是入口那里呢 你就堵塞住它 让这些 製造荷尔蒙的 那些 製造荷尔蒙的荷尔蒙 做不到东西 那身体说不行喔 我们身体要製造 蛋固醇的嘛 你不可以强行 拿这些荷尔蒙 是堵塞住 那样的 那结果我们身体的反应呢 就会反而就是 不如这样 我们製造多些 这样的荷尔蒙 更加 是更加 结果这些荷尔蒙 是增加了 成二百倍的 这样二百倍的 那我们开始发现 这些荷尔蒙 这么大量的增加 是导致 会伤害我们的肝 所以 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 钢蛋固醇药呢 很多时候 我们肝脏就会受伤 就是因为呢 这个这样的手法 这个手法 你硬塞住 这个入口呢 令到这些 这样的製造 荷尔蒙的酵素 是是 就是进不去 那结果它就 薄命生 薄命制造 那太多这些 这样的酵素呢 就会伤害我们的肝 好了 但我们曾经说呢 然后 Triano 维他命E 那一类呢 它可以呢 就制造 就是减低的蛋默醇 但呢 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效果的 原来它的 做法很明显是不同的 它不是去 那个入口 而是塞住入口的 它直接是化解 这种酵素的 那就是 这个酵素 被你化解了 所以 製造可燃的酵素 替你化解了 就不是呢 就是塞住入口 令到这方面 就硬来 这种 所谓的维他命E Triano Triano 这个维他命E 通常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那些米糠油 那里 那里 那效果去到哪里呢 差不多可以减低 我们的蛋默醇 7%到48% 平均来说 是减低 16% 那你就看到呢 我们的食物里面 哇 就是充满这些 这样的有效的工具 所以我们以前的人 其实没有这些知识的嘛 他只不过吃的食物 很天然的 很natural 所以这些文明病全部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 那现在反而那些人 吃了很多精炼的食物 吃了很多这样的 那些化学的物质 那这些病 就全部一个个出来 那现在我们用科学方向 再去解释回头 其实 还没做这个科学研究之前 他都知道 那个效果一样 你都吃多些自然的食物 本身已经够了 对不对 但当然了 我现在就经常被人觉得 我要科学化科学化了 那食物是否真的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呢 现在有无数无数这方面的研究 是製造的 就是给我们知道出来的 好了 那除了我曾经所说的 那几样的天然的食物 那还有一些营养 除了维他命 还有一些矿物盐 还有一些矿物盐 麦尼士兵 美 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美是一个在我们的心脏病 那方面 是差不多一个superstar 来的 一个很重要的巨星来的 那你知道在外国 现在如果遇到一些人 心脏病 是有失或是静怜 心脏病 抽缩 那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静物滴主 是magnisium 因为magnisium 可以令到这些 所谓是smooth muscle 心脏内的肌肉 是让它放松的 那如果很多人 经常觉得身体 很容易抽筋 这些问题 就是从不时是抽筋 那你吃多些magnisium 其实就可以减低的 讲上magnisium 是治疗的心脏病 是一个巨星 是属于巨星 那 但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 吃的心脏病 那些钢血压药 那些血压药 那些血压药 会减低我们 身体的尾 的magnisium 那将你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做很多 很多东西 都是导致我们 身体的基本营养 破坏了 那除了这些钢血压药 会破坏我们的尾 比如压力 那些不良的饮食習慣 喝咖啡 喝了太多 这些都会减低我们的尾 身体的尾 那除了弱外之后 这些问题 那所以你知道 你的尾够不够呢 其实如果你发现 你很容易抽筋 肌肉很容易抽筋 或者肌肉很弯弯的时候 整天去做按摩 数据都没有用的 那你开始怀疑 其实可能有这个症状 那或者你发现 有时候的心 就无意之间 这样跳 那也会导致这个 就是可能指示 这个尾是不足的 那一般的研究 做的尾方面 都是那个分量 就是250-750mg 一日的 那如果吃得太多 会怎样呢 不用太紧张 因为吃得太多 它有少少轻舌作用 如果你吃得太多 你那个有少少土舌 那尾有很多种形式 那我们通常认为 有效一些 容易吸收的尾 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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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te, Magnesium, Malay, Succinate, Fumarae, Citrate 这类的 Magnesium 吸收的能力是比较更加好 除了其他食物 譬如我们发现橙皮的橙皮 原来都是有橱皮的香料 中国人很多人煲蜜都有些金皮和橙皮 果皮 其实这些橙皮含有很多物质叫Bioflavonoid 这种物质是抗炎的 我们身体经常说 氧化了我们的胆毛唇 和低浓度胆毛唇就出现一种炎症 我们很多时候看我们身体有没有发炎 是知道我们身体的危机的 除了Homocystine的高度 越高就越危险高 还有一个指标叫C-Reactive Protein C-Reactive Protein 亦都是代表我身体有没有发炎 所以如果我身体经常有炎症 我代表我们这方面的危机会高 中风、心脏病等 这方面的危机会高 好了 那我们的橙皮这类的物质 它亦都做过一个80人的 我叫Double Blind 双重蚌脏的研究 发炎它的果然是可以将我们的蛋糊醇 三斤油脂的水平 将它转为正常的 以及减低发炎 减低血压 以及减低我们的体重 减低体重也行 很厉害 那将你看到我们的工具 发炎很多到你 看不完 好了 那是不是这么多 还有少少 和大家有时间继续分享 好的 有一个叫L-Carnadine L-Carnadine 是一种氨基酸 这种氨基酸 通常有些人 大脊佬用的 大脊佬用来做练大脊的 原来这种L-Carnadine 是帮助我们身体的 制造能量的细胞盒 叫Mitochondria 将脂肪 带到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 这个燃烧站 将这些脂肪 燃烧成为能量 所以很多运动员 可以采用这些L-Carnadine 这些L-Carnadine 哪些食物有 通常是在红肉里面有 红肉里面有很多这些 所以有些人说 或者吃肉就会大力一点 就是好气一点 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都可以认同 那当然了 如果素食的人 在这方面 就可能会有 就是没有那么容易 吸收到这类的东西 那当然了 不用担心 因为你吃那个 红米酵母 都有 所以要选择很多 那再传统那方面 我们的心脏病 大家如果是有研究 自然医疗 一听见用心脏病 都一定想到一个叫 Hot Forn Berries Cretagus Hot Forn Berries 这个很主要的草药 是用了成数以千年 是帮助我们身体的 我们的心脏病的功能 这个可以这么说 是有效得来 是非常之安全的 也都帮助我们身体 就是我们的崩 就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血 的能量是加强了 而且是养 就是养分我们的身体 这个Hot Forn 除了我们加强 身体的血的循环之外 还有我们也减低 那个胆固性 和低胆固性 所以呢 其实那些东西 真的多到死 多到死 如果大家再发挥下去 我认为还有很多很多 但我想时间关系 我们都可以 先看看有个问题 是的 没错 我可以带大家 就会解答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是的 刚才 其实我们看回 有个听众 他就有个问题 想请教袁医生 话说呢 就有一位老太太 那他之前呢 就因为感冒 那就 就是伤风感冒 那后来呢 还令到耳朵里面 就积水了 那后来 他们呢 因为他自己都不想 常常吃药 看西医那些 那他终于忍了个几月 但后来呢 都没办法了 因为令他听不到 是的 听觉都差很远很远 所以最后呢 都是去了西医那里 那西医呢 就帮他呢 就在耳朵里面 就刮了个洞 以及放了一条小管 进去 那可能就把水排出来 或者抽出来 那其实就想请教袁医生 现在如果用自然疗法 去帮这位老太太 其实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那这种方法呢 在我们之前 都讨论过 就是 医疗的层面 手法有四个层面 是不是 那这个呢 是属于一种叫做 叫做 舒缓的 是 就是舒缓的症状 那很明显 什么原因都好 导致他的身体 是耳积水 那种耳积水 令到你的耳朵闻 所以听不到 对不对 那你就说呢 我们怎么医他呢 我们不如放些水 把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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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 不复合 但是 你可以看到 在表面上 你可以把 表面的症状 就是耳闻 和耳水 塞住的问题 处理了 但是 这个手法 只是处理 那个问题的表症 问题的结果 但是没有处理 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 没错 这个老人家 这些问题 比较少见 最常见的是 那些小朋友 中耳炎 或者叫做Glue Ear Glue Ear 就是耳朵 有很多水 这个差不多 在西医里面 中耳炎 第一个手法 就是用抗生素 我研究发现 如果你经常用抗生素 这些中耳炎 你会令到 中耳炎的复发率 更加增加了 虽然当时可以处理 你知道中耳炎是很痛的 小朋友一中耳炎 整晚都睡不着 做父母当然是很困扰的 小朋友 又不知怎样做好 又去看西医了 通常想法外处处解决 你去西医里 通常都是这样 因为水积 有压力 迫着耳膜 迫得多的时候 这些压力 便导致你的痛楚 好了 通常都是 抗生素 抗生素 但是抗生素 吃了之后 没有多久有腹发 结果它要怎样呢 都是用这些方法 用道管 刺穿耳膜 通常这些做法 是可以舒缓一段时间的 或者它希望 它慢慢会 伸展到这个问题 不要再 运气大了 一两年之后 这些管 通常会掉出来 它失去之后 就会掉出来 好了 接着呢 就有疙瘩 你想想 耳膜是用来听话的 是 你走去捉个洞 捉出耳膜 你的听过一定受影响 很多不少受影响 好了 你说这种手法呢 在治愿医疗里面 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 我们肯定 因为什么叫好方法呢 好方法就是 你会令到这个问题 彻底解决了 令到症状消失之余 而且它不会经常有中医研 经常是积水 我们用的工具 在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在四科医疗里面 我是倾向于用同类疗法 来时我会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 因为同类疗法 是非常之 可以叫做Elegant 知道吗 Elegant 即是说 它简单 整洁 有效 安全 容易入口 还有效果是惊人 好期待 所以我们就用 我来时会慢慢教 通常什么是疗剂 潮流的症状 比如中医研疗 我们会用 踩在哪几只疗剂 好了 那我们用这种 就是同类疗法去医 可以这样说 就是真正令到这个问题 是解决了 是吧 你 你用手术 锁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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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步骤 是不会令到这个病 点解决了 是解决了 好了 正确的手法 应该是想办法 是改到身体的人 那个体质 是令到他身体 是自己 好到 是不会再出现这些问题 那这个 这个才叫做 我们叫做 最高 自本的方法 是的 自本方法 这个就叫做 原来叫做 regeneration 就是彻底 将身体改到 自己会好 好了 但是一个很常见 很常见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遇到这些情况 我可以这样说 我什么药都不用做 其实都可以医疑到他的 那怎么办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这些问题 是食物敏感来的 OK 如果当你发现 那些病人来到之后 经常说 那些病人来到之后 经常都病的 经常都伤疯的 那我说 其实伤疯这件事 就不可能经常出现 因为一般伤疯一次 当你感染了 和接触过这些病毒 那你身体有一段时间的免疫力 对吗 所以你不可能 一个月 每个月都说伤疯的 我肯定 这些是敏感来的 上呼吸系统 敏感来的 那通常呢 最容易导致这类的敏感 就是什么呢 是dairy product 乳类食物 乳类食物 牛奶 芝士 雪糕 那通常我就会问 问那个病人 他家人 小朋友 那些 他平时喜欢吃什么 他说他很喜欢吃 他喜欢喝奶 那喝多少呢 一天都要喝几杯 我可以90%的机会 很肯定 他根本的问题 就是喝牛奶 喝出来 尤其是亚洲人 成人 亚洲人 原来我们的牛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天然的食物 突然间会变成这样的 制造的敏感 原来我们现在有很多 有基因的牛 发现有一类的基因的牛 就会有这些 它做出来的奶 就有这个问题 不是所有的 但你要问 这些牛奶是哪种牛 做出来的 我想是很难的 因为现在你知道 现在那些大大 那些牛奶公司 就不是指定那种牛 去做的嘛 它有很多的农场 去收集的嘛 那收集的不同的牛脊 那些牛奶 那你都不知道 谁打谁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 有很多上呼吸系统的问题 那你充好喝牛奶 很多喝奶类的食物 那你开始 我觉得第一件事 你试一下 就全程停止喝牛奶 嗯 我有很多很多病人 只是做这件事 他的症状已经好了 无论小朋友大人 那这位老人家 我们没有机会和他聊天 就是没有机会 试试问他 那如果他发现呢 他还是很喜欢喝牛奶 因为很多人以为 牛奶太多 是啊 好像没有不喝奶 就没有太多 好像他唯一的来源就是牛奶 想要健康嘛 这些全部都是给牛奶公司洗脑的 哈哈哈哈 曾经何时呢 美国很多所谓的教材 营养教材的教科书 基本是 供应者 就是这些食物公司 那食物公司 当然呢 大量推荐那些食物 怎样好 那所以营养学的资讯 其实呢 很多是很多错误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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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的资讯 那慢慢我跟大家 一路一路来到解这个错误的结 那这个将来 好 大家继续听听 好 等待 好 很多很多这方面的 好了 如果大家遇到这种问题 乙文 如果发现个人很喜欢喝牛奶 这些呢 第一件事停了之后呢 那我相信很大机会 那问题是会解决的了 嗯 那很多谢袁医生 希望 刚才袁医生的解答 都可以帮到这位听众了 那其实呢 现在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新年新开始 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要跟各位听众 先说再见 好了 拜拜 下次再会 拜拜 你听着的是 圆网台 我是不能说的真相 主持 中原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读数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 DALING.COM.HK